最近啊,特斯拉又涨价了,好多人又开始说了啊,那都五六年不改款的老车型了啊,已经全面落后于其他新能源车了,你还敢涨价,哪来的勇气 哎,怎么说呢,我只想说啊,你连对手都不去了解的话,又怎么能打败对手呢,看不到差距,又怎么能缩小差距呢 天朝上国的美梦做多了啊,结局是什么,历史书里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所以啊,我觉得我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时至今日,特斯拉仍然非常领先的地方啊 我分几个视频讲吧,毕竟内容太多了,一个视频根本讲不完 今天就说一个东西,前面箱 很多人说前面箱有啥的啊,不就是能多放一点东西吗,有什么可处理的 那那么简单的前面箱,为什么大多数的车型都做不出来呢 包括最新上市的啊,遥遥领先的支界S7 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国内新能源车的技术巅峰 但仍然做不出来前面箱 即使有前面箱的车型啊,前面箱要么很小,是吧,要么就很浅 不像特斯拉的model y啊,可以轻松把我媳妇晒进去 model x的前面箱更夸张 1米8的5啊,可以躺进去敲二两腿 那为什么只有特斯拉可以做出那么大的前面箱呢 因为特斯拉的集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啊 也就是特斯拉的电机、电控和变速箱 三者啊,是集成在一起的 特斯拉的电控电路板啊,是根据电机的外壳啊,单独开发的 然后呢,跟电机就集成在一起了 变速箱啊,也就是齿轮箱 它也是根据电控和电机的那个外壳形状,做到体积最小 然后集成在电机的旁边 这样做的好处,首先就是能做出一个巨大的前面箱啊 然后电机、电控和变速箱是一个整体 就可以一起水冷散热啊,散热效率非常高 电控也有夜冷散热,能支持的电机功率就会更高 动力参数就会非常好 而且电控和电机集成在一起 减少了大量的外部连接线缆啊 电流在线缆里流过,它都是有热水壕的啊 集成在一起不仅电能浪费的少,电效率更高 车开久了啊,由于线路老化带来的火灾隐患也会大大减小 集成化程度高的车自然风险都会大大降低 尤其是车铃老了以后啊 你再看看其他的新能源车 因为他们的电机、电控和变速箱都是单独外采购的啊 彼此独立,没有办法集成 所以啊,只能满满当当的全塞在那个引擎盖下面啊 模块和模块之间还需要大量的线缆来连接才能协同工作 增加了电池干扰,增加了限了连接点的故障率 还增加了电能的损耗 线路老化以后还增加了起火的风险 而且啊,电控独立在电机之外 一般没有散热水路的经过啊 只能依靠车辆前进时候的风冷散热 散热效率低下,电控热保护啊 意味受限啊,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支持的最大功率也不会太高 不用800V平台来降低发热量啊 动力拆数根本都做不上去 另外啊,特斯拉那个巨大的前面响 在碰撞事故中又是一个巨大的新能核 能大大减少碰撞对车内人员的冲击啊 没有前面响的车型,不仅没有缓冲区域 碰撞时候啊,还有零部件被挤压入侵驾驶舱舱的风险 减少驾驶舱舱内人员的生存空间啊 最后一点啊,巨大的前面响能让车头更空旷 车的头部重量就更轻 车身前后的重量配比,它就更均衡 这能带来非常极致的操控体验啊 而前引擎盖下面塞的满满当当的车啊 必然头重矫情 即使有再好的悬挂,有再牛的底盘调教 它也调不出特斯拉那种操控 特斯拉这么好开啊 前背向有很大的功劳 现在你还认为前背向仅仅是多了一点储物空间 那么简单吗 咪咪 咪